大家还好吗?欢迎再次回到Minai频道 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探险之旅吧 看看又会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在这里 在这次旅途过后,您也可以留下您的观点 让我们一同讨论 一天深夜,当TikTok用户Milena Imediato 躺在床上,正准备休息时 他却发现,此时自己的狗狗似乎变得有些异常 他好像正在不安地望向房间里的某处 梅儿也曾试图通过跟他交谈来让这个小家伙平静下来 可是这却似乎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狗狗仍旧不时盯着门口位置望去 并发出一阵呜呜的嘀吼声 紧接着他便跳到了床上 然而当晚,狗狗的这一奇怪的举动 却让梅儿感到极有些困惑又有些害怕 因为他并不知道此时的这个小家伙 到底发现了什么 随后梅儿还注意到狗狗背后的一些毛发 似乎也顺利了起来 这是一种被认为是动物在兴奋时 又或是在受到威胁时的一种表现 可是当晚梅儿在静静地观察了很久之后 他也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随后梅儿又看到了门边挂着的这些衣服 这里面有一件是不久前 他的一位朋友在他家里做客时落下的 梅儿猜测或许是这件衣服引起了狗狗的注意 但是当他将这件衣服拿走后 这个小家伙却仍旧呆呆地望着那里 然而梅儿当晚的这一遭遇也让很多人感到了困惑不已 不仅如此 一些寺主注意到当狗狗在跳到床上后 他仍旧死死地盯着门边 这似乎是一种正在保护他的主人的行为 或许此时他已经发现了某些梅儿看不到的东西 那么对此你认为呢 你看到什么呢 我的天啊 2023年9月13日时 路透社公布了这样一则令人感到震惊的消息 据称 墨西哥国会就不明飞行物事件举行了首届国会听证会 而且在这次听证会中 他们还展出了两具外星生物的遗体 从影片中的这些陈列箱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两具白色的 如同孩童那般的瘦小人形生物 他们似乎就跟某些科幻片中出现的外星人那般都有一个大大的脑袋 细长的脖颈 而且他们的每只手臂上却只有三只手指 根据当时跟随挖掘的记者莫桑讲述 这是2017年时 他们在秘鲁的古纳斯卡附近的一处矿洞中发现的 根据墨西哥国立大学 通过利用探定年法对他们进行分析得出 这是两个分别生活在700跟1800年以前的奇怪生物 而且人类学家透过DNA分析后 得出他们与人类的DNA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不仅如此 更有趣的是 这些看上去就像是木乃伊一样的一体 其实并没有经过任何处理 但他们至今却仍旧保存完整 墨西哥海军健康科学研究所所长贝尼特斯表示 他们已经对一孩进行了X光扫描3D重建 和DNA分析 最终得出这些家伙都拥有一颗超大的大脑以及眼睛 或许这样的身体构造能让他获得广阔的立体视野 但是他们却并没有牙齿 目前为止这些研究人员们还无法搞清楚 这些生物在生前是如何进食以及吸取营养的 而在美国国会2023年召开的这场优服听证会后 墨西哥政府紧跟其后的这一做法 也被大家认为是各国之间 已经对于那些侵入他们领空的不明飞行物入侵事件 感到了担忧 他们不得不将这一议题尽快提上日程 而对于处理这一问题的进展上 美国政府目前似乎总是领先一步 因为他们的航天航空总署 早已在2022年的6月时 就已经对外宣布 他们将成立一支 由16名来自各个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 组成的优服研究团队 而墨西哥政府方面 也正在商讨一项名为空保法的议案 如果该法案一旦通过 那么墨西哥将会是第一个 承认地球存在有外星生物的国家 我们的目标是在墨益区域的教育 破坏的审划 和努力向更加坏的承识和承识 这是第一次出现的这样子 我认为有一个明确的证明 我们遇见面相当不人物人员 没有关系任何物人员 6.2023年7月时 英国的一家名为苏格兰的每日快报的媒体 报道了这样一起 发生在该地区的离奇目击事件 据称这次的目击事件 是由苏格兰以北的塔伯特地区的居民们所观测到的 从这段目击影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塔伯特地区的上空 似乎出现了很多奇怪的小光球 而他们就这样静静地悬停在这里的上空 似乎就像是从未移动过那样 报道中称 通过目击者的讲述 这些家伙出现的地方 可能位于塔伯特以西的近海附近 而当大家在发现这一幕的近30分钟后 这些奇怪的小光球 才渐渐地消失在了这里的上空 对此也有人猜测 那些或许是他们的海军 在演习时释放的照明弹 据称 有些照明弹的设计 为了能够让它可以在天空中停留更长的时间 他们会给照明弹 加装上一个 类似于降落伞一样的装置 虽然如此 但我们却并没有看到空中的这些发光物体 出现随风四处飘散的景象 不仅如此 在该目击事件发生的一天之后的8月1日时 同样是傍晚时分 距离塔伯特 仅十几英里的哈里斯地区的一些居民 似乎也发现了这样相同的一幕 报道中称 虽然此次的目击事件 已经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但至今为止 他们却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YT用户Garcia跟儿子Ogando 是德克萨斯州小有名气的两位户外探险博主 父子两人 经常会以影片的形式 带领着大家去探索 那些存在于该州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古迹遗址 2023年8月的这天 他们来到了德州西部 厄尔巴索县 一处名为埃尔帕索的小镇探险 而据称 这里也是整个德州 最早发现金矿的地方 但是由于这里的金矿除量较少 所以并没有形成较大规模的开采 父子两人 在这座小镇的附近寻找了一番后 也只找到了一些 看上去就像是早已废弃已久的狭小矿井 但是他们 还是决定进入这些矿洞里面探索一番 然而当这次的探险旅程结束之后 欧关斗父子 将他们拍摄到的那些影片 分享给大家时 他们的不少观众们 却从这里面看到了这样诡异的一幕 当这几名探险者正在讨论是否应该分开进行探索时 他们的相机却从另外的一条洞穴中 拍摄到了这样一个模糊的人影 而且一些观众在将他们拍摄到的这个奇怪的人物放大并调量后 发现这似乎就像是一个犹如烟雾般的人形物体那样 甚至还有不少人注意到此时这个奇怪的人物 还就像是穿着一件宽大的上衣 然而当时他们的这一发现 却引起了观众们的纷纷议论 对此不少人认为 这出洞穴内可能还存在有其他的探险者 也有一些观众称当时的拍摄者 或许就已经发现了这出洞穴内存在的异常 因为当拍摄者再将镜头从这出洞穴一开后 他便立即再一次的将手机对准了这里 而随后他们也并没有进入这条洞穴 那么这个犹如烟雾般的诡异人影又会是什么 尽管Ogundo的观众们对于他们的这一发现感到了困惑不已 大家纷纷在这段影片下方留言评论 但似乎他们却并没有得到Ogundo父子的任何回复 No.4 德国战车乐队是由吉他手理查德克鲁斯帕跟克里斯多福斯奈德 在1994年时所创立的在他们1997年发行第二张专辑时 德国战车乐队的大名就已经在重金属乐队多如牛毛的那个年代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有人认为该乐队之所以可以长久不衰 是因为他们懂得吸引眼球 例如在每一次的演唱会中 他们都会采用大量的焰火闪光 以及一些夸张的装扮 也有人说这一切的功劳应该归于主唱 蒂尔林德曼 因为他根本就是一名懂得用意念控制大家的外星人 而这个听起来难免让人感到有些难以置信的说法 最早出现于2012年德国战车乐队 在法国举办的一次演唱会中 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 让大家认为蒂尔是一名外星人的 你看到了吗 当这场演唱会再进行到30分钟时 乐队主唱 蒂尔的眼睛却突然就像是吸引那般 出现了数粒缝隙状的瞳孔 或许此时会有不少观众 以为这只不过是一段某人制作的恶高影片而已 但影片中发生的这一幕 却是的确存在的 至今我们也可以在各大视讯平台上 找到这部来自2012年的德国战车乐队的录影 那么你认为蒂尔真的会是一名蜥蜴人吗 又或者对此 你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解释 Number 3 相信狗狗对于不少人来说 它不仅是一位最忠实的朋友 而且还能给大家带来不少的欢乐 不仅如此 据TikTok用户 Sidney低入讲述狗狗 还给它带来了些许的安全感 几年前 Sidney因为工作原因 所以它不得不租住在 离家很远的移动公寓里 它的家人由于担心第一次 独自在外居住的Sidney 可能会有些不适应 所以他们送给Sidney 一只六个月大的大单犬 但实际情况 也的确如此 这个小家伙不仅非常的聪明 而且他似乎还具有 极强的保护主人的意识 例如当他在察觉到有人出现在他们家附近时 这个小家伙 却总是会先一步凑到门边 他似乎担心 接下来到来的这名访客 会给他的主人带来危险那样 这就像是2023年4月时发生的这一幕 但奇怪的是 Sidney跟他的狗狗 却并没有等到这位客人的到来 在这位客人的到来的这位客人的到来的 这位客人的到来的 据Sydney讲述 2023年4月18日的这天下午 他似乎就感觉到狗狗好像变得有些异常了 因为这个小家伙 经常会突然间的望上门边 即使是Sydney在跟他玩狗狗 最喜欢的游戏时 这个小家伙 仍旧表现得心不在焉 但也就在此时 这扇通往外边露台上的门 却突然被打开了 可是在Sydney跟他的朋友 在这里等了很久之后 却也没有见到有任何访客 走进他的家里 紧接着 他在朋友的提醒下 两人检查了当时的这段监视录影后 发现当门在打开时 门锁似乎根本就没有转动 所以Sydney的朋友认为 可能是他进门时 没有将门锁好 导致被风吹开的 虽然如此 但是还是有不少看过这段影片的观众注意到 当时这只狗狗 似乎的确发现了些什么 不久前 知名的灵异博主 Taren Webnormal向大家讲述了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 据称 这是由他的一位担任夜间安保工作的朋友 在2023年8月的某天所遭遇的 这天深夜时分 当这名安保员像往常那样 在巡视过后 回到监控室时 他却从这里的一台监视器中 发现了这样诡异的一幕 此时 工厂内 他的一位正在忙碌着的同事 却突然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并且对着门外黑漆漆的某处说着什么 但由于距离这名工人最近的一台监视器 是安装在厂房外的 所以这名安保员认为 那位正在跟工人交谈的人 或许此时 刚好站在了监视器下方的盲区 所以才没有拍摄到他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 却让这名安保员感到了惶恐不已 这就像是我们看到的那样 当这名工人在对着他的前方自言自语地谈论了很久之后 他却突然将手伸了过去 做出了一个握手的动作 但此时 我们却看不到除这位工人外的任何人 那么当时 他又在跟谁讲话 而据影片的分享着讲述 随后他的安保员朋友 立即找到了这名工人 而这名工人却告诉他 刚刚自己正在跟一位同事聊天 而男子的这一回答 却让当晚的这名安保员感到了匪夷所思 因为他所说的那位工友已经因疾病的原因 很久都没有再来这里工作了 而当晚在他们所遭遇到的这一切的不久后 两人却从其他一些同事那里得知了这样一个噩耗 那位因并没有工作的工友 在几天前的傍晚时分 却就已经去世了 所以当晚跟那位工人聊天的 或许根本就不是他的同事 在我们开始最后一段影片之前 请别忘记点击订阅按钮 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了 2023年1月时 哥伦比亚的各大媒体几乎都相继报道了 发生在伯雅喀省齐金基拉地区的 这样一起离奇的目击事件 之所以称之为离奇 是因为这起疑似鬼魂的目击事件 发生在了该国 这座著名的已有400年历史的玫瑰圣母大教堂内 不仅如此 在此期间 该地区还观测到了罕见的血月奇观 而也就是这场难得一见的奇景 却引起了哥伦比亚不少民众们的好奇 人们纷纷走向街头 但也就在1月5日晚9点左右 当迄今基拉地区的居民们 在外出观看这一血月奇观时 却有人在玫瑰圣母大教堂 高高的穹顶上看到了这样诡异的一幕 此时不少人注意到 在这处狭小的空间内 似乎有名女士 在这里面走来走去 而且不少民众发现 这位女士 看上去却似乎非常的虚幻 她就像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影子 那般忽隐忽现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讯息显示 这所教堂都会在每天傍晚的7点30分时 准时关闭 那么 这名奇怪的女士 又是如何攀上这处高高的穹顶的 据称 玫瑰圣母大教堂 也是哥伦比亚历史最为悠久 同时她也是天主教大宗教区的主教堂 该国官方也早已将她立为一级保护建筑 根据调查的记者了解到 游客以及这里的工作人员 是无法直接登上这所教堂的穹顶区域的 因为在这4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这所教堂曾经遭受到过多次因战争 又或是自然灾害等原因给她造成的损坏 这导致教堂直接通往穹顶最高处的这处阶梯 也已经早已倒塌 据称 想要登上这处穹顶 必须经过教堂大厅的这处屋顶 在利用阶梯攀爬到这处尖塔的底层 借助一条约有7米左右的竖梯才能攀爬到这上面 但在他们检查过后 却并没有发现 有人在利用工具攀爬时留下的痕迹 所以教会不认为 在如此条件苛刻的情况下 有人可以不借助任何工具 爬上这处穹顶 而当天的这起疑似幽灵的目击事件 也引起了不少人的纷纷猜测 由于警方在教堂内安装的监视器中 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的行踪 所以一些居民又将这个幽灵跟一起坠楼案件 联系在了一起 据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时 教会曾经为这座教堂的部分建筑 进行了一次修整工作 可是在这次的维护工作中 却有一名工作人员不慎 从这处穹顶位置摔落身亡 所以大家猜测可能是 那位不幸离世工作人员的灵魂 借助血月重新回到了这里 那么这真的会像是传说中的那样恐怖吗 在随后的调查中 记者却并没有找到 关于此次事件的任何记载 但在这起离奇的疑似幽灵的目击事件中 记者们同样也没有给出任何答案